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ball公民新聞報 三個女孩今年選擇 不一樣的方式過暑假 她們到華山基金會 擔任志工 為偏鄉的老人 提供照顧和服務 實際的幫助經驗 讓她們有了特殊的感動和感觸 讓我看到的課本上看不到的東西 阿翔說辛苦了 嘿 我剛才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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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印象深刻的是那個 彎橋阿嬤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那個味道有點嚇人 阿嬤 不太喜歡人家進去 然後之後是 比較常去 然後阿嬤就是 有幫她捶背 所以她比較釋懷 她不會這樣 節奏 我現在制衣 有可能很厲害 有什麼事情 你跟會兒 你、你、你、你 你,你有想留學 我就是買 你雖然我愛 因為 憲哥這樣 每個月有時候上去一、兩次 看阿公、阿嬤們 陪他們聊聊天 但他們覺得其實 現在的孩子能夠親身接觸 自然的機會越來越少 但有時候遠離電視和3C 產品 以大自然為教室 能夠學到的東西也很有趣 來看這群小朋友和青蛙的 初次邂逅 孩子認識青蛙 你會怎麼做呢 是不是打開瀏覽器輸入青蛙 秀出一堆青蛙的圖片 華世代已習慣從螢幕裡找資訊 而這種現象隱藏著一個危機 孩子脫離了自然 而且對自然越來越無感 有鑑於此 青少年純潔協會在石門阿里棒 舉辦兒童生態體驗營 讓孩子放下手機 走進大自然 親眼看見 親手觸摸 親自感受 發現真實的大自然奧秘 苗王在吸蝦的血 看到沒 可憐 我就希望小孩子能夠遠離這些傷心 然後完完全全地進入大自然 大自然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回到就是說 比較人應該就是適合人居住 或者說是人適合的環境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導覽老師介紹植物及昆蟲的許多面貌 孩子們參與的反應 從緊張抗拒到喜愛親近 呈現180度的大轉變 如果教育的目標是讓孩子的眼睛發亮 那麼大自然會是最棒的教室 現在就帶孩子走進大自然 來一場自然探險之旅吧